大家好,又是我子明哥 这是一个分享珠宝小知识和我在业内见闻的channel 如果你未subscribe,希望你subscribe 开始之前我问一问,买钻石要GIA证书 大家都知道,买钻石是否有GIA证书代表安全 而钻石的价值和品质是否所有关键的东西都会在证书上体现出来 我就回答大家,很遗憾不是 今次我就跟大家研究一下,下面三种钻石的特质是非常影响钻石的效果和价值 但是这一样东西是不会在证书上写出来的 之前有个网友叫我讲一讲这一样东西 今次终于有时间就讲一讲做这个视频 对钻石批发有认识的话就会知道 入货的时候,货单上面有一个标志叫做BGM 那是什么来的呢?其实就是Brown,Green和Milky 就是外面经常说的奶油钻 而里面都是会有分级的 有些叫做没有奶,轻奶,中奶,重奶 Brown和Green都是有分级的 外国人就很简单就问BGM 那就是解释了这一样东西 内地他们会叫做奶架绿,其实都是一些称呼 那其实这些是什么来的呢? 刚才我说这些是很重要的 但是为什么这么重要的东西 在GIA证书那里,甚至IGI其他grading的标志上 是没有写的呢? 那我们消费者是怎样判断的呢? 那我逐点讲,我先讲Milky 那奶油钻石看起来是怎样的呢? 它是会白白色的,但是就是不闪的 它的白色不是说颜色分级的D色,E色那些颜色 它真的好像牛奶那样的白色,会很朦胧的,很混组 而且鑽石是不通透的 那这些奶油钻的成因,其实鑽石上面是有大量非常小 但是它是平均分布的crown crown就是云状物,或者有些人叫它包裹体 就是在静度里面的一些内含物 那可能是有一些小小的点状物组成 也有可能是一些结构错位引起的 因为这些crown是由极小的点状物 而我们平时进行鑽石分级的时候 是会用到10倍放大镜 而当10倍放大镜都观察不到出来的时候 所以证书上的正度分级是无法列明的 而因为正度分级的条件其中一样 就是要用10倍放大镜去观察 而当观察不到的时候,即是说明了它的正度是干净了 但是实际上这些这么小小和又大量很平均的crown 它是会阻挡了光线和光线的折射和反射 令到鑽石产生了一种很朦胧很混组的效果 这些就是奶油鑽 这种鑽石是会非常影响外观 如果比起我的话,遇到这种鑽石我半价都不会买 好了,第二种,brown 咖色 大家都知道,当透明鑽石的时候 它的分级是由D色到2色 而这种机制是在衡量透明鑽石 是不是发黄的标志 但实际上这些定义为模式的鑽石里面 有一些鑽石是有一些少量的颜色因子存在 令到鑽石表现到不同程度的咖色 同时还会伴随一些绿色的光 这些就是咖啡色和绿色的原因 这两种颜色是会令到鑽石有一些很暗的底色和混组 外观来看是有点啡啡的色 而不是很单纯的通透透透明的颜色 鑽石会变得很暗淡和火彩一样很差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 你们上网搜索鑽石的时候 你会发现一些淨度和颜色等级都是相同的鑽石 有一些价钱是特别便宜的 刚好老板可能发鸡盲又或者可能计错价钱 那么好处?那你要小心 那你就有可能有机会 所以用了一些便宜的价钱 就买了这一种鑽石了 因为一些很轻微的Milky 就这样单独看一粒的时候 其实不是很觉眼的 但当有另外一粒没有Milky的鑽石 用来比较比较的时候 就会非常明显的 这个要留意 而另外很多一些珠宝鑽石的铺铺铛 那些射灯非常厉害 那他们除了有白色的LED 还有时加些黄灯 有些就加些很黄的射灯 石鹰灯 是会影响到眼睛的判断的 如果一间专业的卖鑽石的公司 或者铺铛铛 其实是不应该有黄灯的出现 应该里面的灯全部都是白色的 你们有空逛街的时候 可以留意一下一些卖鑽石的铺铛 看一下他们里面的灯是什么颜色 那说了这么多 那我就找一些例子 那两粒鑽石 GIA入面的分级4C是完全一样的 但是我们看一下那两粒鑽石的相片 你就会见到一粒是我们平时见到鑽石的颜色 但是另一粒是很明显有些白把底色灰蒙蒙的感觉 这个就是很活生生的例子 就算证书上面4C的分级完全一样 如果你不用肉眼去看 你就这样看证书 你是不会分得到哪一粒是Milky的 而一些轻微的Milky 当你没有另一粒没有Milky的鑽石 用来对比的话 一些没什么经验的人 其实是很难分辨的 是刚好有个网友叫我讲一讲奶油鑽这个话题 其实很多人或者商家都不喜欢讲这个话题 因为它的价钱是可以差很远的 不信你可以搜寻一些鑽石的网站 很简单 你去Google就搜寻Diamond 其实会弹出很多香港的鑽石网站出来 你随便进去按一下 10个网站里面9个半的网站 都不会跟你讲Milky Milky, Brown, Green 这些问题 更加不要说整条YouTube片出来 跟你解释 叫你小心 另外又要注意 这些Milky的鑽石 不只是发生在GIA一些大粒的鑽石里面 其实一些很小粒的鑽石 其实都要留意的 我举个例子 你想像一下一条全鑽的鑽石手链 突然间有其中一粒或者两粒的鑽石 是零色白白的 看上去其实是非常噁心的 所以当你们买鑽石手链的时候 不要只看款式 其实是要很留心 每一粒鑽石都要看清楚 如果你看到一个鑽石手链 你很喜欢 但里面可能其中有一粒或者两粒 是比较明显的 你绝对是可以叫铺铛帮你换了 你觉得白白的那几粒的鑽石 如果它不肯换 我建议你不要光顶 这些情况 很多时候是发生在一些特别便宜的鑽石手链上面 所以是真的 一分钱就是一分货 那当然也不排除 真的有时有笋东西的 好了 那我们究竟怎样可以避免买到这些鑽石呢? 第一点 当你去到定制鑽石手链或者鑽石戒指的时候 那你和那些商家要求鑽石的时候 你可以直接和它说 我不要Milky 不要Brown Green的鑽石 虽然一些店铺子 其实它不会主动告诉你 但是如果你一早要求 那它都会觉得 你都对鑽石有点认识 那它不会拿给你看 它都不想拿给你看之后 做不整单生意 第二个方法 就是要靠经验去分辨 其实很简单的 就是用肉眼去看 首先看一下鑽石 是不是很通透 之后呢 你掀着鑽石轻轻地移动它 看看鑽石火彩的表现 如果鑽石有点不通透 有点朦朦朦朦的感觉 或者其实你看到它的切工是非常好的 但是就是不闪 这些认真看是可以提出的 或者你都不放心 你可以叫商家 拿多一粒另外的鑽石出来看 同一时间比较一下 那你一比较 你就会提出有分别 不过如果商家狗狗地 拿另外一粒都是Milky的给你看 那你就很难分了 第三个方法 如果你没有机会用肉眼看的 你只可以看证书的话 那你就可以看看它的4C正度 和它的正度分布图 是不是很矛盾 何谓矛盾呢 就是它明明正度是Si1或者Si2 但是它的正度分布图 是非常的干净的 GIA的分级 一向都是很准弱 为什么会有那么矛盾呢 而你见到正书那里有个comment 下面如果有一句说话 叫做Clarity grade is based on 所以我经常和人讲鑽石一定要亲身用肉眼看 而不是只可以在上网做功课 看证书就买的 除非你钱多 第四个方法 就是你发现一些鑽石 它的分级跟另外一粒是一模一样 但是它的价钱是特别便宜的 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是不是铺铛老板赚足够呢 鑽石是一些很市盔的东西 无端端有一粒鑽石是特别便宜 还要让你找得到 我说的是同一间铺铛 或者同一个渠道的铺铛 譬如一间鑽石楼上铺和另一间鑽石楼上铺 这样对比才有意思的 你没理由找一间鑽石楼上铺的价钱和卡地亚比 之后就说楼上铺全部都是Milky 这样的嘛 因为渠道不同 比较价钱是没有意思的 想比较价钱一定要是相同渠道 讲到这里了 其实总结一下我这么多年的经验 其实鑽石的净度越高 Milky的鑽石机会就越低 同样如果鑽石颜色的grading越高的话 咖啡色绿色的几率就是越低 就好像一粒D色VS净度 这一种级别的鑽石来说 不可以说完全没有机会存在这个奶价禄 但是几率是非常非常低的 现在全世界都上网了 很多人就觉得鑽石的价钱非常透明 根本就没有秘密 但同一时间商人都知道 你知道鑽石的价钱非常透明 他们就捉住这个心理 就跟你说 我一粒鑽石所有级数都跟另外一间的鑽石是同级的 我比他便宜那当然我好一点 所以买鑽石其实真的不能见便宜就买 尤其是大家都知道鑽石价钱现在很透明 现在很多香港的卖鑽石的店铺 已经将鑽石的价钱上网了 而商家和商家之间 大家上网都知道对方的价钱了 而我都依然标明我的价钱是比他贵 那是什么原因呢 难道我不想做生意吗 那当然我是因为知道我的鑽石的质素是值这个价钱 如果做生意真的这么简单 我见他上网标过价钱出来 那我便宜他10元 那些生意就是我做了 是不是这么简单 就好像你们去吃云吞面那样 他买30元一碗 那我买29元 那是不是所有客人都去我店铺子吃云吞面 就不光顾他呢 是不是 那不是的 到最后其实都是讲回那碗云吞面的质素 所以选择鑽石的时候 不是单凭4C和价钱就分辨这粒鑽石是否值得买的 鑽石不是一些很便宜的东西 如果因为另外一间店铺 比对面便宜一千几百元 而你又没什么经验 那以为上网做一下功课 那你就觉得你关掉了 那就找一间便宜的买 那小心因小失大 那当然啦 找一个信得过的商家就最好了 去到最后我重复一次奶架绿的鑽石是非常影响鑽石的效果的 而这一样东西是在证书上面是没有反应出来的 大家要非常小心啊 好了我今天分享是这么多 如果你没subscribe的希望你subscribe我啦 拜拜